嗨,我是影像大舌头的阿达 最近剪映的PC版疯狂的更新 刚刚才更新了1.7版 不到两天马上就更新了一个2.0版 剪映的PC版其实是叫剪映专业版 以前我总是认为它把手机上的功能 直接做成电脑版的 方便大家进行剪辑 从现在这个2.0开始 手机版跟PC版已经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手机版当然就是照顾手机上拍摄 随便可以剪辑一下就能出片的 以简单实用高效为主 PC版从2.0开始 已经逐步的往专业软件方面发展了 它开始支持很多只有专业软件才支持的功能了 那我们就可以期待它之后 可以变成一个像PR或者是Final Color Pro 这样的专业的剪辑软件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的2.0版 到底更新了哪些专业的功能 好的,我们现在先打开剪映 现在版本号是2.0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2.0版 有什么功能呢 新增了可以自定义LUT的功能 简单来说 你就可以像套滤镜一样的 套上各种各样的效果 能达到现在很流行的 什么青橙色什么颜色 我们来看看怎么使用 首先我们在时间轴上放入一个素材 大家看这个颜色是比较灰的 就是我们所谓Log拍摄的 我们点击调节 然后再点击这里有个LUT 然后在这里我已经自己导入了一部分LUT 那怎么导入呢 点击导入LUT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一些LUT 比如说什么电影风格是吧 你看我们这有电影风格 你可以全部选中 然后点击打开 那就把这个LUT导入进来了 你只要在这边点击 你就能看到实时的一个变化 你看到我们的这个素材已经在产生变化了 没错吧 你可以套上你喜欢的一些风格 对吧 无论说你对这东西不了解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自定义滤镜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支持HDR和HLG的素材色彩空间的一个转换 但是经常使用V单的小伙伴就会知道这什么意思 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机型 比如说索尼的 HM3 然后6400 H7C HS3这些黑单上面 它是可以拍摄一种叫HLG的高动态范围素材 还有包括松下的GH系列 还有S全画幅的系列也能拍摄这个HLG的 还有佳能最新的R5和R6 它也是支持HDR视频拍摄的 它拍摄的是HDRPQ的一种格式的 这三种现在的剪映都能支持了 以前是不支持的 由此可以看到出剪映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剪辑软件 而不是以前那种用来剪小视频的软件 好我们来看怎么修改它的色彩空间 我们先回到素材这里 我们在右边看一下它的色彩空间 就当前的色彩空间是高动态HDR2020HLG的一个色彩空间 看到效果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修改它的话 就在这里修改 点击修改 在这弹出的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色彩空间的选择 一个是标准的709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包括你手机拍的 相机拍的 它都是709的格式 这种高动态范围是HDR的视频 我们看一下转换成709是什么样子的 好 现在画面已经转换成709了 你可能没看出有什么区别是吧 好的 我们把这个素材拖过来 当你把HLG BT202010比特的素材拖过来了以后 这里会提醒你 彩空间有个转换 他问你是不是要转换成SDR 还是必须使用HDR的 一般来说我们剪辑 我们都是用SDR进行剪辑的 所以我们点击确定这个素材我们就已经转换成了一个709的格式了 这种格式有个好处就是你的曝光 然后控制的好 是绝对不会出现过曝或者死黑的情况 所以画面会显得比较灰 然后我们现在是使用709的色彩空间来处理这个HLG的素材 我们来看看剪映新加的功能是怎么来处理这个调色的功能的 我们先选择这个素材 然后看右上角的调节 调节这里面的话 这里可以选择你要套用的LUT 看到了吗 然后当你鼠标经过的时候 它是可以直接把这个LUT的效果给你套上来 你就直接能预览了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对于简映现在还没有更新直方图的功能了 所以话我们还是得靠肉眼来调 我们先来看怎么调节这个 首先我增加一下对比度是吧 我可以把阴影部分拉高一些 然后把高光部分再压一下 像这样拉一下对比度 看这个画面的颜色 然后拉一下光感稍微亮一些 但是这个饱和度就明显也太高了 我们可以把饱和度降一下 好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调节功能 而且现在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加关键针的了 基础调节就在这里我们看已经完成了 先来看看它增加的第三个功能感 增加了这个HSL的一个调节面板 那我们来看看调节面板怎么用 右上角调节里面有一个HSL 我们点击它以后可以看到这个HSL面板 它是可以针对某一个颜色进行一个细调的 比如说我想让画面的橘黄色 这太扎眼了是吧 我想让它变成我看不到颜色 你看我现在选中的是红色部分 然后我把它颜色给降大了 它只会调这一块颜色 那这个柱子是橘黄色的 我觉得太扎眼了 所以我就单独调一下这根柱子 像这样 当个画面里面人物的虽然是蓝色的衣服的 我想它蓝色衣服显眼一些 那我就把它的饱和度加高一些 那这样的话这个数据调完了以后 你能看到人物就比之前要突出一些了 这就是HSL的功能 第四个功能支持了自定义调色以后保存预设 你下次可以直接使用 当你像我们颜色调完了以后 我是可以点击保存预设 保存预设以后 你下次要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它了 你不再需要去每次都要去调节 这就很方便 好最后一个是文稿匹配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在文本 然后这里有一个智能字幕 以前只有识别语音做字幕的 现在旁边多了一个文稿匹配 但是文稿匹配 它这个是属于拍打唱词功能 这个暂时还是没什么用的 就是电视台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 这个拍打唱词的功能 这功能在这里没什么用 我们可以忽略它不进 等它这个做成熟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还没有点击关注的 请赶快点击关注影像大舌头 让我们一起玩一段拍这部迷路 我们下期见拜拜